结婚十年的女人震惊地听着医生的确诊报告 此刻的她已经胃癌四期 生命长则一年短则半年 可是当婆婆得知却嚎啕大哭地对儿子说 当年你怎么跟这种会得癌症的女人结婚 你真是识人不明 而丈夫小白却担心媳妇万一挂了以后 谁来给自己做饭 婆婆顿时一拍儿子说 人要工作才能克服疾病 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就算是癌症也绝对不会有大事 接着她一转头告诉得了癌症还在加班的支援 于是智元只能趁着下班去医院做化疗打点滴 好在闺蜜很快来到鼓励她 这也是智元唯一的安慰 可是确诊这一周来 她的老公小白和婆婆却始终没来看过一眼 同病房的人问她老公小白是不是出轨了 如果是这样不如让闺蜜留下照顾自己一段 可是智元却说她也要上班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闺蜜秀敏正一路小跑在公路上 此刻她的心情无比舒畅 而在下车前她还不忘补个农妆 可是紧接着 秀敏居然来到了智元的家里 可就在他们热火朝天时 医生却告诉智元 她的医药费今天已经用完了 现在她必须选择缴费或者出院 智元连忙给老公小白打去电话 可是电话里却是一阵忙硬 要知道已结婚智元的老公小白 就离职专职去炒股票 甚至自家的房子都被她抵押 可她却一分钱都没往家拿 甚至十年间都是靠智元一人挣钱养家 此刻的智元只想要一个疗程的医药费 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回应 于是智元连忙准备换衣服回家 看看什么情况 却忽然看到胳膊上一个奇怪的隆起 此刻她没时间关心这些 她独自一路走到外面打车 却不料司机忽然问她是不是病得很重 就在智元一愣时 司机接着说你肯定会很快好起来 因为春天到了 智元说不可能 医生说自己很快就会死 接着她想起这窝窝囊囊的十年丧气的说 即使活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自己父亲很早就没了 而自己也没有兄弟姐妹 即使有个老公也好像不如干身时 甚至被好吃懒做的 她拖累的交不出医药费还欠一屁股债 司机却微微一笑说路要到最后才知道结果 接着忽然她猛的一打方向盘 而这条路智元从没有走过 先是一条长长的隧道 出了隧道之后 智元忽然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那遍地的樱花肆意张扬的盛开 司机说换一条路走或许就有不一样的风景 可是很快司机告诉她到地方了 智元拿出身上仅有的一万块付了车费 却不料刚刚颤颤巍巍的下车 司机忽然将钱递了过来 还说是自己最后一天开车了所以免费 他还满面微笑地祝愿智元活蹦乱跳赚大钱 接着会遇到一个愿意为他出生路死的好男人过一辈子 智元本不想接受 可是男人却再次强调让他收下 这可能是除了闺蜜外 他第一次感受到其他人的温暖了 智元一路颤颤巍巍的来到自家 可是一打开门锁 却发现已经坏了三个月老公小白都没有修 他只能无奈地叹着气拉开了门 可是一进门他顿时呆住 眼前那双红色鞋子他简直太熟悉 可此刻他却是那么扎眼 接着他听到一阵闺蜜秀民的声音 他说自己的老公小白好聪明 居然会想到给自己媳妇投保癌症保险 智元的心情顿时如坠冰角 可是老公小白却说因为智元的爸爸死于癌症 所以自己一看他日渐销售就马上买了保险 甚至自己劝他瘦了更漂亮 就是为了阻止他在癌症早期去看医生 结果事实还真的跟自己预料一样 直接直打晚期 此刻的智元看着苟且的两人气到浑身发抖 他们聊着自己的宝金一旦到手 就马上给秀民买一大堆包 剩下的钱他们就到处旅游投资 可是还要等几个月太烦了 秀民却忽然灵机一动说要不自己带他去透气 直接推他一下制造意外 老公小白却很担心闺蜜伤到自己 此刻的智元怒不可遏 紧接着他看到了自己和父亲的合照 被他们洒满了垃圾 他再也无法忍受 可是老公小白却对着智元大吼说他发疯 接着搂着秀民直接一巴掌推开他离开 可是下一刻 这一刻老公小白怒不可遏想上前 却不料被秀民阻止 接着他告诉智元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 此话一出来智元顿时再次崩溃 下一刻他抓住了秀民 可是身体却忽然传来剧痛 他挣扎着起身怒斥他们 可是老公小白却忽然看不下去地抓过智元的手 你凢鸧脚付意 看不胜慎 他住住 alternative 这一刻是2024年4月12 可是忽然间志源的一滴泪水流了下来 接着他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顿时睁大了双眼 可是眼前的人不正是老公小白吗 他似乎变年轻了而且还对自己无比关心 可是此刻看着他的样子 志源却万分恐惧 下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啊 啊